请坐不要只会说 please sit down 当然这是我们国中就在学的英文 我以前读国中的时候 老师进来 please stand up please take a bow please sit down 这样走一个过程 那西方人没有 那这是中西方不同 那我们如果把它翻成英文 你说please stand up please take a bow 也没什么错 只是就是你在英文的世界中 不会听到就是了 那至于please sit down 我们通常不会用这一个phrase 我们用的是别的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会讲的东西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二到周五英文齐度 好已经开始说了 其实来 但again我们再会先看的是一个 不是这一个的 下一个再来说 我们先看另外一个故事 多看一点东西 好这里说 brought an otherwise lovely girl home for dinner 光第一句就有好多的想象空间出来 因为他用了otherwise这个字 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brought an otherwise lovely girl home for dinner we have spaghetti bolognese 这个字我刚刚也挣扎了一下 还确认一下到底怎么念 bolognese 如果是真的那个意大利 因为这是意大利的意大利面 bolognese bolognese 好不要这样念没关系啦 she couldn't twirled the pasta on a fork and cut it up with a knife like a child couldn't get past it dumped her that night it's not you it's me was a whopping lie but I stand by my choices 句点 好这个写的真好 好多的内容在里面 用这么短短的 这么少的字来 所以他一开始就说 他带回了一个 你看我们如果把otherwise去掉好了 brought 那这里就的n就要变成r了啦 因为lovely的l开头不是n 不是n 好但不是重点 所以brought a lovely girl home for dinner 如果只是这样 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英文 他带了一个lovely girl home 带回家来吃晚餐 所以他煮晚餐给这女孩吃或者外卖我不知道 那重点来了 如果他今天是这句是这样的话 他带了一个可爱女孩回家 没问题吗对不对 那我就问加个otherwise是在干嘛 otherwise你知道有否则或之类的意思对吧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语气转折词 本来正面变负面 所以当他把它放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里他是个lovely girl 可是你从这里就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个故事 等一下要转弯了 OK 所以要不是有我等一下要讲这件事的话 他会是个lovely girl 可是偏偏等一下发生了一个我要告诉你的事情 以至于他就不是lovely girl了 OK 所以你看这里就已经铺成了故事给你看 多屌啊 我无法想象在中文有方法可以来去达成这样子的一个传达出这么复杂的意思 我相信一定有 因为我中文我相信就是不够好 如果你有办法想出一个他能够对应的中文 欢迎你下面留言给我看 所以我带了一个女孩回家 但是我要让你现在就知道事情并没有发展的很好 所以我只要丢一个otherwise进这个句子里就能达成这个目的 但我刚刚讲这句中文我带了一个可爱女孩回家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at 好anyway 第一句就透露了故事的发展 好 we had spaghetti bolognese 所以我们吃的那个总之就是意大利面这样子 那他这里讲了一个我也听过 可是我从来没有follow的一个概念 就是吃意大利面似乎要用你的叉子把那个面条转转转转转 然后再放进你的嘴巴 好就转成一个面条球 把它放进你的嘴巴这样子吃 这女生做不到 she couldn't twirl the pasta twirl就是转转转没问题 像女生的头发长长长长在那边转转转 这算是女生表达对你有兴趣的一个手势 好 she couldn't twirl the pasta on her fork 所以她的确用那个叉子转 而她取的代字是什么呢 她把那个面条用刀切切切 所以外国的小朋友还不会用叉子转面条的时候 她是把它切切切然后这样吃的 she couldn't twirl the pasta on her fork and cut it up with a knife like a child cut it up with a knife like a child 像个小朋友一样把它切切切来吃 这个男生抱歉过不了这一关 我觉得你他妈的不会用 不懂的怎么吃面条太夸张 couldn't get past it if you can get past something 就是你能够过得去 你心里不会卡 我一个朋友 应该真的算是我这辈子最好朋友之一 就住在西雅图的这个巧救 我记得她以前曾经对某一任女朋友 有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complaint 她说这个女朋友不太会用筷子 她就光这一点她就跟我提了不到几次 最后也是跟她就分手了 我相信这个女生不用筷子是她分手其中一个factor 其实我不太理解这有什么好那个的 要是我今天很喜欢一个女生 她不会用筷子就酸了 她不会用叉子就酸了 又怎样呢 but that's just me 总之这个男生跟我那个朋友就一样 couldn't get past it dumped her that night 当晚就把她分手了 这dump你应该可以理解 dump her that night 那你知道分手常常会讲这句话 不是你的问题啦 是我的问题 it's not you it's me 就这样就好了 连这个problem这个字都不用拿出来 it's not you it's me ok 可是她这里说的是 这句话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it's you it's not me ok 你不会用叉子 我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 你的问题不是我的 这男的心理是这样想 我们假设这是个男女的关系 so it's not you it's me was a warping lie 所以这个warping就是庞然大悟的意思 warping ok it's a warping lie 但是我却 但我却是一个 I stand by my choice 最后这边我要讲的就是 就是我 我坚持我的选择是对的 so if you stand by something 就是你跟他站在一起 所以我跟我的选择站在一起 所以我坚持我是对的 I stand by my choices 这样子 ok 好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好 只是我想不出来在里面有什么可以拿来做标题的 所以我的标题才讲的是请桌 好 反而比较无聊我觉得 但也没有说很无聊 来我们就看这第二个故事 来 也跟前面这个故事比都算是比较长度的 因为有时候看这个故事会很短 这两个故事还有一点点长度 来一样先读给你听 很贱的一个故事可是还不错 OK那先看一下总之我有我都有把这个那个粗体化一些我们要讲的一些东西 说plumber by trade 所以什么叫什么什么by trade trade的这边讲的并不是那个贸易的意思 那讲的是专业事实上专业也是一种贸易 你不觉得吗 因为我会一个什么东西 我跟你换钱 这就跟一物一物一样 只是我们换的东西是钱 对不对 所以trade这个字可以是 就是一技之长 OK 当然也可以就是贸易的意思没有错 那甚至翻译成买卖也没错 像day trading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股票交易员 好anyway so you're somebody you're a profession 然后加一个by trade 所以要是我今天是个工程师 I am an engineer by trade 我是个老师 I'm a teacher by trade 就这样这么说 OK 所以这个by trade就这样子用 好那曾经有一次 在一个家伙里面 在一个家伙的家里工作 right so once worked in a bloke's house 所以这block要加个一匹s 才是他的所有格 那他没有 我们就帮他加一下 没关系 我刚刚都在想 我这边有没有一点点文法上的 好前面这一篇 事实上也一大堆文法错 也不要说错 就是一种省略 他省了很多主词 我现在回头看 为什么要回头看 因为我就想到Albert同学 他就在那边说 说我要是有些文法不讲出来的话 我的学生会学到烂文法 那其实我是很感谢他这么说的 我本来一开始 我的这个gut feeling 我的kneed jerk reaction是 不要教我怎么教东西好不好 因为我是我在教 不你在教 但但但但我必须要说 that was my knee jerk reaction 在我沉淀了几分钟之后 我心里就觉得不对 Albert才是对的 ok他把这些话提出来 我们讲的中文中文讲中言逆耳 那的确是这样 ok他提出了说 要是我不想把不好的文法交给学生 那我应该这么做吗 right我这好像不是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那没错 ok这个是一个我的确不应该做的 我应该要把好的文法交给大家才是对的 然后另外我必须说的一点 就Albert同学 他是一个很公平的人 he's fair to me 因为我也印象非常深刻 有些集做的 他看了会觉得很有帮助的时候 他也非常不吝啬的 很用力的赞美我 他说这集我看了三次什么这些 我都记得这些留言 所以If anything Albert is very fair to me 所以当他有一些比较 不能说是负面的 就是说给我一些 很直白的一些 他所拥有的感想的时候 其实我是应该感谢的 ok 所以就在这边 就趁这个机会跟你说一下 我谢谢你 谢谢你会直接 很直接的跟我说 我哪里做的不好的地方 那我都应该要去 试着去改进 这才是我应该要的一个态度 而不是在那边觉得好像很自大说 你又不是做影片的人 你有什么话可以说 不是的这样是不对的 ok 好 所以我必须或许这边补充一下下 前面这一篇 他常常有的问题就是主食省略掉 你看I brought an otherwise lovely girl home for dinner right I couldn't get past it I dumped her that night 所以是他这个固定的省略 他都喜欢把主食给省掉 这样子ok 那这边也是 so I am a plumber by trade sure 那这里应该是句点 所以他曾经有一度 在一个地方工作 Once I worked in a bloke's house 这个bloke就是a guy's house 一个家伙 所以英文的一个家伙叫做a bloke ok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标点 可能是句点 然后he就大写 那这里我一开始看到 初初初看到he was set doing a puzzle 我初初看到觉得这是个错误 可是我就觉得不行 我还是要小心一点点 我查了一下下 发现英国还真的常常这样子说 所以他坐在那里拼了一个5000片的拼图 so我当然可以用主动的 而事实上这个set是那个 你知道我打一下对不起 讲的有点语无伦次了 sit的是现在式 set是过去式 不是sitting sitting是ing对不对 ok 好 它的pp基本上你用set也就ok了 ok 所以这里的he was set是正确的英文 其实ok是正确的英文 只是英国人的用法这样子 ok 那你如果把它改成ing的话 he was sitting there doing a 5000 piece puzzle 也是很ok的其实 所以如果这里把它改成sitting的话 可以 所以这个主被动 都能用的一个状态 就很像go那个动词 I'm going to the mall I'm gone to the mall 所以I am going跟I am gone 都是正确的英文 he's gone 就他走了 这你大概知道 好 所以这边稍微大家知道一下下 好 这个he was set 其实ok 好 所以他坐在那拼了5000片的拼图 doing a5000 piece puzzle on the table 那就是当他在离开的时候 and as I was leaving and after his constant mourning 所以当我离开 而且也是在另外一件事情之后 就是他们叫叫叫 所以这个人 就这个雇主 就请他来通水管 这个人 就一直在那边干 水管卡很久或者你收费很贵之类的 after his constant mourning 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之后 我这里切个逗点 I decided 他决定做一件事 做什么事 pocket a piece without him knowing 这里有pocket 就是像是爬手 pick pocket 或者你就把想象放到他自己的口袋里去 因为pocket就有口袋 所以他决定偷他一片拼图 5000片偷一片 而他当然不知道 without him knowing 好 所以 这边下一个句子是 the pleasure is still brings me joy 动词是brings 所以这个pleasure 仍然会带他 带给他joy 什么pleasure呢 the pleasure that I got knowing he will never complete it OK 这里的well 也应该是用wood会比较好 因为他全部都用过去实在说的话 就是他在过去那个时间点的 未来是不会完成的 所以这个快乐 到现在还带给我快乐 听起来好像蛮奇怪 so the pleasure 我所得到的一个快乐就是 他我知道 他永远没办法把这个拼图完成 so the pleasure that I got knowing he would never complete it 到今天 还替我带来快乐 still brings me joy 12 years on 所以这里的on很有趣 就是在已经12年了 并且还继续带给我快乐下去 所以你看这个人多变态 他12年前偷了一块人家的拼图 到今天还在爽 OK 好 所以我们这边多补一下一些东西 就刚刚的sit那个动词 所以刚刚这句 如果我把 刚刚这个文法内容 我把它换成这个句子 they were sat at a table 这是正确的英文 虽然说我看起来还是有点点不太舒服 可是英式的英文 that's it 如果你把set换成另外一个动词叫seat 那就真的得变成 就是老老实实的这个PP they were seated at a table 就他们坐在那里这样子 被安排坐在那 they were seated at a table 所以回到我今天主题要说的 请坐下 我不希望大家只会说 please sit down 另外两个说法 please be seated 就跟they were seated这个概念一样 只把这里变成一个起始句 哦大家都来了吗 please be seated 大家坐下吧 please be seated 或者你可以就很简单说 please have a seat 也是一个起始句 please have a seat OK 所以这是 这比较好的 比较好吗 比较真的会在声闻中听到的 我相信 就请你相信我 你在声闻中真的比较不会听到 please sit down 这个片语 OK 好 然后那个on也是一样 刚说的 所以他已经12年了 到现在还带给他无比的欢乐 偷人家一块评图 所以这个on也用在 我照个另外一个句子给你看 就跟你这间吵架 吵架之后我就说 好 我们从现在这个时间开始 我就不会再惹你生气了 就老公对你承诺之类的 so from this moment on from this point on I will never make you angry again 之类的 OK 所以从这个点继续往下下去 这个on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OK 那你说如果把on拿掉 难道只讲from this point 不行吗 不太一样 意思不同 from this point可以是 从这个点 我们能够取得什么东西之类的 我可以照另外句子给你看 from this point I learn about his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从他这一个对服务生 讲话不客气的这一点来看 我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值得嫁的人 so from this point OK from 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waitress whats it later from this point I think I know that he's not somebody that I can marry 随便乱找一个句子 所以你不加on是没有那一个 从这一点开始继续往下下去的 那一个感觉的 大家可以理解 好 所以我们两个故事 算是希望有成功的讲完了 那当然希望你今天有学到点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故事 其实比较有趣一点点 尤其这个Otherwise 我觉得真的用的太精妙了 因为我觉得Otherwise的句子 尤其是放在句子里面的 放在句手 大家都可以很好理解 我也是否则 可是放在句子里 或者放在句尾的时候 不是很好解释 也不是很好举例子 这个例子我觉得是一个 我历年来遇过 大概最棒的一个例子 真的 好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